我们下一位的分享者不但能接吊喝酒抽烟这些不太好不太健康的坏习惯 还可以因为不让不想让动物成为食物而如素 让我们来听听一下李德福师伯的Superlife 有请李德福师伯 大家早上好 其实我以前最爱吃的东西就是肉骨茶跟猪脚 我怎样从吃荤来转为素食 因为我累积这样吃这些肉 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进两次医院 就是第一次我流皮血 专科医生也找不到我什么问题 第二次是我忽然间阴导 医生跟我讲 你差一点中风 医生问我你通常吃的是什么 我跟他讲 每个礼拜我一定有吃肉骨茶 还有Jalambusa的羊肉汤猪脚 那医生讲怪不得你的身体 现在你的两高不是普通的高 是非常很高 你再一次你就中风了 那时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是会害怕 身体会状况怎样 出来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 什么都不怕了 也叫吃了 有一天我去台湾旅行 我在酒店我看到这个大爱台在播那个杀神 我看到他们杀那个猪 那个声音啊 很恐惧 那个猪在痛的声音啊 我就感觉心里很怕 又心里很难受 我就想 这个猪是被这样的无辜被杀 就是因为我们要吃它 隔天早上我就跟我老婆讲 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吃肉 我老婆不相信我 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猪被杀的时候 我从心比心去想 假如我是那个猪我会怎样的感受 从那一天我就不敢要吃肉了 我决定不吃肉了 不管鱼鸡什么肉我就不吃了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我的决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这样肯定 不吃就不吃 所以我在2014年 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来Polykinic看医生的 有一次我来检查我身体的时候 那个医生第一次问我 你外面有没有吃药 我说我没有啊 我只是吃你们高血压 高胆固醇 他跟我讲很奇怪 你的胆固醇已经恢复正常了 然后后来他多给我三个月 咽我的血跟我的尿 他说你不用再吃这个胆固醇的药了 你已经恢复正常了 所以我就感觉我跟医生讲 可能是我的饮食啊 我变成一个素食 所以为什么我每天有碰到人 我就跟人家讲 素食不是一个宗教的 素食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 在这个十年我吃素 我听到那些医生讲 台湾的医生讲 What you eat what you are 你吃什么你就变什么 所以这个素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不健康 是很健康 你看我现在我的身材 我62岁了 我每天在职绩 多数我互动的就是搬东西的 人家讲吃素没有力啊 我感觉没有什么差 吃素会瘦 我哪里会瘦 你们看我会瘦啊 我还是很有力去搬东西 所以我每次碰到 开始我家师姐也没办法吃肉啊 也没有办法吃素 我就鼓励他 我们进来吃鸡 我们要做好事 我们先要吃素 因为我们讲我们有爱心 我们一直吃肉 我们有爱心吗 我们没有爱心 我去中国旅行 我碰到一个师姐 一个小姐 不是师姐 不是吃鸡人 她是一个Christian 她问我们 为什么你们四个男人不吃肉了 然后我们就跟她讲 我们是吃鸡人 我们不吃肉 我们吃素了 吃素不是宗教的问题 是我们培养我们的爱心 我们不要被动物被杀 我们来做动物的贵人 连这个小姐 现在是在北区的志工 她进来出去 她还发那些平台给我 看她吃什么海鲜啊 吃什么肉 我就简单跟她讲 你吃这些 你感觉你健康吗 累积下来 我就跟她讲 我的身体以前跟现在 然后我就开始鼓励她 我说你尽量去转 你回来变成吃素 后来很不可思议 她很喜欢吃海鲜吃肉的人 她现在已经转变数十了 是在北区一位师姐 玲珑师姐 现在她比我还更厉害 她去劝她的朋友吃素 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 其实我们人吃素 第一是对我们的健康 第二还是可以救到这个地球 这个是专家讲 救地球最快速的就是素食 我也不知道 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现在我们的地球已经很污染了 人人假如吃素 少吃肉 真的我们地球有得救 所以我也是听到 我的上人讲 我们一起来努力 推速 劝人家吃素 来作为动物的贵人 各位 大家们 我们能不吃素 也可以慢慢培养过来 我也是这样 一次就决定不吃素 我吃十多年 我大大声在这边讲 我不会再吃肉了 因为现在我看到肉 我也不敢吃了 闻到它的味道 味也是不好 也是不感觉这个味道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很新鲜的蔬菜 感恩今天你们的耳朵来听我的分享 感恩你们 好 感恩德福师兄 那刚才听到一句他所说的 You are what you 大家好像不是很大声 You are what you so大家一起来如数好吗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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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